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跌肿了,我饿了个妈 道指暴跌650点,三大指数普遍大跌 什么原因,什么来头,又是什么情况呢? 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我们开始吧 今天大盘出现深度调整 是此前震荡洗盘的强化阶段 不止出现短线破位,但尾盘有所拉回 收回了一点点下影线之后 避免了关头关脚大影线的尴尬情况 从当天的K线来看,如果高位出现断头长影线 就是短线看跌的信号 特别是那种关头关脚的长影线 那今天唯一有一点好的就是下影线收回了一点 三大指数中最弱的道琼斯指数60日线跌破位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日内破位后收复了季度线 多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抵抗 先看纳斯 纳斯今天早上来势汹汹的连破50日线60日线 把季线破位后触发了技术性的止损 但60日线仍顽强收回 尾盘收复了部分跌幅 全天个股收回部分亏损 早上亏肿了下午消肿 但感觉关节还是有点发炎 账户呢今天仍处于缩水状态 账户小幅缩水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天了 这对持有股票而言真是一个考验啊 标普也类似出现60日线跌破位的情况 这种日内跌破中期均线又当天收回的话 证明均线的支撑还是有效的 后世人就看震荡洗盘 这个观点我已经提出并保持了几天了 我希望尽快能够结束洗盘 要回避道琼斯指数 这个指数是三大指数中最弱 今天是实锤跌破中期均线 出现了下引线较长的高位阴线 短线道指将会偏弱 三大指数回避道指 而对纳指和标普仍旧看震荡而已 并不必太过恐慌 那么来说说大跌的原因吧 首先蓝色浪潮涌动 市场担忧加剧 计票争议将引发市场的动荡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公开的数据指向拜登在选战中取得了 一定的领先优势 虽然作为股民 我也希望特朗普能够连任 把股票搞上去 但资金最敏感都是提前要跑的 再牛的公司业绩 也架不住一个个脚底抹油要跑的投资者 资金跑路首先是基于对拜登 在政策上的种种利空影响 更重要的还是对选举结果争议 解决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持久性 根据CNBC的新闻 2000年布什总统选战期间 也出现过争议 经过了五周才得出选举的结果 从而引发当年四季度股票的大幅波动 2020年特朗普拜登选战 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 特朗普早先有放话 对疫情期间的邮寄选票表示不满 并且他也曾经寻求延期选举 但很明显这些都没有如特朗普的愿 该选举还是选举 该邮寄还是邮寄了 如果特朗普民调领先也就罢了 眼看拜登占据优势 市场不免要担心在接下来的选举结果上出现争议 从而引起恐慌指数的上升 VIX盘中大涨20%以上 市场开始压住恐慌情绪 请注意VIX作为恐慌情绪的衡量指标 经常出现脉冲式的行情 也就是说突然拉升 然后就没戏了 所以对赌恐慌指数还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我不建议去玩这个东西 但拿来作为参考和谈资是可以的 恐慌指数暴升 是市场参与者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的表现 那么他们除了选举争议 还在担忧什么别的吗 其次经济刺激计划谈判在选举前出台希望渺茫 佩洛西大部分议题都得不到特朗普的认可 白宫经济库问库德洛说 财政刺激计划已经显然放缓了 但仍在进行中 在谈判中所列大量议题都无法得到特朗普的认可 两党开始了驴骂象象骂驴的局面 白宫认为民主党故意拖拖拉拉 把刺激法案拖到大选后 两边都在互相批评对方 在最后谈成的时刻改变谈判目标 由此可见 经济刺激计划已经不是政策本身 而是选战的一部分 现在时间所剩不多 在选举日之前达成协议已经希望渺茫 而且既然是选战的一部分 那在最后几天出现转机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而是概率降低很多 而我们知道 经济刺激计划一直是市场期待的重大利好之一 利好的落空呢 就是利空 利好落空后又峰回路转 那就是更大的利好 那么目前市场对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解读为利空 一旦谈判意外达成 就会变成更大的利好 这一点将造成股指波动幅度仍为扩大 对持股定力造成严重的考验 第三大利空是美国病例创下历史新高 近期平均每天将近7万个新增病例 成为疫情爆发以来新增病例的第三个高峰 新增越来越多有失控的趋势 这个图可不是股票走势图啊 这个要是股票K线图就好了 一波比一波高 而且未来还要担心会加速 市场担忧疫情的恶化对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 而来自欧洲的数据同样不容乐观 一周里面欧洲就要增加130万个病例 一些国家实行了宵禁 重启封锁 限制聚众人数到6人以下等措施 这些对各行各业都会造成打击 从而引起就业情况恶化 现在我们对疫苗都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即使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尝试接种疫苗 那都不敢大规模的进行 这说明政府并没有十足的信心去推广这些进行到三期的疫苗 又或许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而像非典这样的到现在呢也没有研发出疫苗 这让人对非典二代兄弟的COVID-19能不能获得疫苗都是充满了疑问 在这样的情况下疫情继续肆虐 时间并不会太短 北半球要全面进入冬季了 这波疫情呢可能会愈演愈烈 在这里面对这么疯狂的数据也提醒大家 注意安全千万千万 Keep safe 股市如战场前方战事吃紧 在与疫情的战斗中欧美政府是节节败退 那么反映到股市上就是投资者的恐慌 但是上面三个市场出现高位断头大阴线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新出现的状况 总的来说大盘从三月到现在确实累积了很多的获利盘 而树是不会涨到天上 接下来到圣诞节新年 整个市场都会进入一个垃圾时间 西方人也是老早就心慌慌要开始过年 早早的计划休假什么的 11月过去基本上 基金经理都浮在工作状态 而11月又面临前面说到的 选举结果争议的风险 万一扯一个月 扯完大家就放年假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付出多 回报少 这些机构投资者肯定是泡杯咖啡 写写2021年的投资策略 年度计划什么的 顺便计划一下年终奖怎么花 最近市场正在经历正当洗盘 市场已有恐慌迹象 操作建立上面 长线投资者多看少动 反正你去判断股票的高低点 只有神仙能办到 长线你还是回归基本面去判断 而短线不安着肯定会害怕 反弹减餐回避风险吧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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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